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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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蘭以知如來世尊科須菩提及大家舍,為我羅漢心不均平》 我們上一次講到十種通號 第一種如來是講了 第二種通號就是應供 應供就是堪為福田號 福田就是譬如 諸佛祭尊猶如一塊肥田一樣 眾生能夠在佛那裡種福 以這個恭敬心歸命供養 所以若果有人能夠發心供佛 雖然是滴水這麼微小 如果能夠全恭敬心 將來所得的果佈是很大的 不但眾小 能夠收穫得多 而且 決定得福 無窮無盡 是將來成圖題的原因 所以在《柯莎經》裡說 若以恭敬心 若此禮一花 若服彈合掌 若此舉一首 若服小雞頭 以此供養物 佳得成十度 这就是譬如,好像世间的良田一样,种得少,收获得多,超胜过若干土略 因为佛的一切烦恼,释迦断重,一切功德,精以成就 正所谓诸恶,永俊,重善,释远,人格是最极伟大 佛在世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和弟子去到郊外教化 他去到郊外,刚刚那个时间,正当春天的时间,是白花盛开的时候 当时佛就坐在一个地方,去休息,刚刚遇到一班人,这班人 人人都集了很多的鲜花,就准备走了 后来他们见到佛,那种尚好庄严,那种慈悲 自己就非常之感动,因此他们一班人,就走近,走近,走近 去到佛的身边那边,当时他们就对佛说 他说,我想你当然是佛世尊 他说,我们已经是听到有佛的名字,但是未曾见得到 现在我今天见到你的心上这么庄严,你一定是佛陀了 他说,我们是受到这个国王的驱使,日日一定要集很多 鲜花回去皇宫那边,来到他庄严他的皇宫 如果我们那天集不到,那我们就要受很大的痛苦了 但是现在我们今天见到你佛陀,尚好庄严,我们愿意用这些鲜花来供养佛 请你佛陀慈悲,接受我们的供养 当时佛就跟他们说,他说,因为你每日都要集花回去皇宫 如果你集不到,那国王就要处佛 现在你今天将这些花来供养我,豈不是你们回去皇宫又要受处佛 他们说,我们不理得那么多 我们的肉身虽然是痛苦,但是我们对于佛的敌遇是很难,很不容易得到见佛 现在既然得见到有那么好的机缘,我们不能肉身受苦了 他们说,希望佛陀你接受我们供养 当时佛就慈悲,接受他们供养 他们就将那些花,向佛那里来散花 以及他的诸大弟子,诸大菩萨,通通他们都向他们散花 散完花之后,佛就为他们说法 说这个四帝法,说这个六道法,令到你个个欢喜 后来佛就同他们受悲 说他们将来成佛,每一个人的佛号都叫做苗花佛 这段故事就是证明,总之就是要有智诚心 能够以这个智诚心供养佛,将来一定得福 而且为成佛提的原因 同时,佛在过去无量无边跌海之中修行菩萨道的时候 写这个深目头脑,国成妻子家财真宝,救济众生 现在既然已经成佛了,应该接受众生的供养 由于世间的父母,他们养育鱼女,外护鱼女之心是无微不至的 经过多年,余虎含生,辛苦栽培教养 才得到这个子女长大成才 所以父母对于子女是有大恩德 为人子女就应该要孝顺供养父母 诸佛世尊,他生育众生的化身 培植我们众生的为名,不惜牺牲 都是以救度众生为目的 令到众生在生死热路之中 得到解脱清凉自在 此因此得,更胜过世间的父母 因此我们众生应该要感谢佛陀的厚恩 而修供养 所以佛陀的十种通号之中 第二种就是称为燕供 同时佛在恩中修行之时 在道业未成的时候 受人供养,来心是未免不无残疲 但是现在道业已经成就 可以为信师作福田 能够供养佛是得福无量 所以佛陀虽然受这个上妙美味 堪可接受而无残疲 因此若有人供养佛,哪知到一水一香,更微小 但是将来所得的福都是无量无边 那便猶如什么呢? 猶如一块肥铁 你种的虽然是少 但是你收获的是很多 好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次佛陀又带领那些弟子出外行化 那便走着走着走着 便见到一班小孩子在那玩泥沙 真是小孩子玩泥沙 那便玩泥沙 便把泥沙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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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又整了一间屋 又一个殿堂 又好像一个仓库 便把泥沙传入去那个仓库那里 便说他们是那些金宝 便在那里玩 去年我都玩过了,玩泥沙 煮饭仔 他们一见到佛陀来到 在一关小孩子之中 有一个 见到佛陀的相好庄园 阿惠沙非常之欢喜 非常之恭敬 他的心就想他又不懂我供养 给些什么给他 我很喜欢他 不知道给些什么给他 他想想想 他玩那些仓库 他之所以叫做宝贝那些沙泥 他想想不是 就给些宝贝给佛陀 供养佛 那便去挖一包沙泥出来 亲手拿去供养佛 佛陀便接受了他的沙泥 后来回到征舍的时候 佛陀便祝福阿娜 他说阿娜 你这张这包泥沙 你就开了它 开了水它 这样涂在我房间的地上 后来阿娜就问他 你小占 他说这包沙泥 那小孩子给你的 你要来做什么 为什么要在地上 那里 后来佛说阿娜 他说阿娜 他说你不知道 那小孩子 虽然就是玩这些泥沙 但是因为他对我供养的心 是非常之自诚 非常之狠切的 虽然他是用泥沙供养我 但是我所取的 是取他的这个自诚心 他说你知不知道 他就是因为今天供养我这一包沙泥 这一点的自诚心 他将来我佛灭道之后 过了一百年 他就在这里成为国王 而且他成为国王 他还会将收取我的泄利 起很多宝塔 来供养我佛的泄利 一个小孩子是谁 就是阿娱王 阿娱王在佛法之中 是一位非常之仁慈 慈爱的君主 他是以德来教化众生 而且他是佛教里面的一个很诚恳 很自诚的佛教徒 故此在佛灭道之后 当他成为王的时候 他就将实的泄利来收取 传言受提 起塔 共养 他就因为 共养佛陀 泥沙的这一点 的自诚心 而感到这个福报 是这么大 如此在经里面说 有人供养佛 虽然是一滴水 一朵花 这么微小 但是 只要以这个恭敬 致诚心 所得的福都是无量无边 由于肥田众少 而收获多 佛为众生作广大福田 不单独均受人天的供养 更应该接受九戒圣凡的供养 因此 应供就称为 坑为福田号 就是第二种 佛陀的第三种通号 就叫做 静骗之 静骗之 就是叫做骗之 法界号 这个法界 是有 是 法界 以及 理 法界 是 是 是 法界 就是 十法界一切的 依正因果 无量 区别不同 理法界 就是 一心之理 平等 无区别 那么 正骗之 我们分开来都说 骗之 这个正之 以及骗之 两种 正之 就是 十之 十之 就是 照理 照什么理呢 就了知到 一切 都是 唯 心自性 从 心中 现出 种 种 法 千痴万别 不同 种 种 法 不同 就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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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有 有 有 人 这些 呢 就是 重心的 知情 从 自心之中 魂莲 知法 之中 就算以為常,又有我,就有人,有人我自他彼此的分別。 這樣就是起劃,或者是煩惱,起劃做業, 做了業之後又如何?流轉在生死之中, 以他的實質,真實的智慧,了知到一切法,都是頑柔不實的。 在這個平等真心之中,沒有生滅,沒有去來,究竟清淨, 這樣知,這樣了解,這種智慧就叫做靜知。 其次,解釋騙知。騙知是什麼?騙知就是權知。 這個權,就是權巧方便的意思。騙知就是佛陀的權巧方便的智慧。 知道什麼呢?知道這個事法債、事相的道理。 這個事法債是有四性六法。 依正因果,總相別相的差別不同。 正所謂辛羅萬象,在無量無邊法之中,一一法都能夠了答, 如是性,如是相,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這裏是十如是,在《法花經》裏面說的十如是。 知道知法的底緣,奉切萬有的邊際。 所以向下這個經文裏面說,行沙界外,一滴之語,尚之投訴,可見佛陀的智慧是幾大。 這種就是屬於天知。 天知是權知,了達逐帝理。 這個逐帝理就屬於事相,了達逐帝理。 淨知就是實知,了達真帝理。 那佛陀以權知、實知這兩種智慧,相照真帝理、俗帝理,通達到法界的事理。 因此就叫做靜遍知。靜遍知就是這樣解釋。 第四,第四種通號就是明行觸。 明行觸就是叫做果顯恩德號。 什麼叫做果顯恩德號呢? 就是果上顯出佛陀恩中的功德。 這個明行觸,我們又分開明觸與行觸,兩種解釋。 明觸就是一切種知,因為這個明就是果明,屬於智慧。 那是菩薩六道法之中的後一道,波爺波羅脈。 這個波爺是智慧。 佛在恩中行菩薩道之時,修行六道法門。 前五道,布施、慈戒、忍欲、精進、禪定, 那是屬於時上的行門。 由於布施之中,見到有我,為能布施之人。 眾生是我所布施的對象。 中間又有布施的物件。 以及有布施的時間長短。 那這些就是注著我上,人上,眾生上,受了上。 導致到其餘的四道,亦都是這樣起執著。 這樣,雖然廣修五道,但是未曾離開執著, 始終就不能夠得入真如妙理。 所修的是什麼呢? 是有漏的行門。 所修的有漏行門,就不能夠要出生死。 那些無論經過多久的時間, 職責各種功德,都是屬於有漏之恩。 將來所得的是什麼呢? 將來所得的都是人天有漏的善果, 不能夠成無上浮體。 那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進修後一門的般若。 用般若的智慧, 照見一切法皆空。 不見有能修的人, 也不見有所修的法, 也不見有所道的眾生。 那這種就叫做三輪啟空。 四上皆亡, 這樣, 雖然廣修五道, 它不起執著, 在無著無著之中, 家公盡修。 這些就是以智慧之力, 領導事上之行, 而正入一個真語料理。 就是屬於般若波羅蜜, 即是智慧到彼岸。 所以在大般若經, 佛對這個自小天王說, 他説, 乎報師者, 若無波羅蜜多, 但是得一個師名, 非道彼岸, 不能夠達到彼岸。 要由波羅蜜多, 乃得名為師道彼岸。 既然報師一道是這樣, 其他四道, 亦都是一樣。 因此菩薩修行前五道之時, 一定要以後一道, 般若為領導, 才能夠隨執著, 滅四相, 達到究竟彼岸的佛果菩提。 故此明足, 就是屬於智慧具足, 也就是圓滿般若, 屬於智慧莊業。 其次講這個行足, 乃是行門巨足, 由修前五道, 達到究竟之地, 感到這個圓滿佈身, 所謂相好危危, 眾生戰島, 皆生歡喜讚嘆。 屬於行足, 就是屬於福德中營。 所以明與行, 兩種巨足, 就成就, 福慧二種莊嚴, 亦都稱為兩足尊。 所以我們要說, 畸佛兩足尊, 兩足尊就是明足與行足, 明足與行足就是福德自慧, 二種莊嚴, 究竟原本, 又稱為兩足尊, 又稱為明行足。 第二就是善誓, 就是第二種通號, 叫善誓, 善誓是什麼號呢? 稱為妙王菩提號, 菩提就是繁語, 中國音叫做國度。 在般若經話, 菩提有三種, 第一是尊聖菩提, 屬於法身德。 第二,實至菩提, 屬於菩提, 第三方便至菩提, 屬於解決德。 具足這三種意思, 乃是諸佛所證的無常菩提。 我記得在前面已經是解釋過了, 這三種道理。 現在佛號稱為善誓, 什麼叫善誓? 善, 善巧, 誓者, 長往而不返, 稱為誓, 他去了, 不回來了, 就叫誓, 所以誓監人死, 就稱為誓誓, 佛稱為善誓, 是什麼意思? 佛叫善誓, 得同凡夫, 因為我們凡夫來的時候, 就隨著過去所做的善惑之恩而受生, 來的時候, 就隨業而來, 去的時候, 亦都是跟著這個業源而死的。 假如在過去之時, 多種下善業, 多種下福吉的種子, 那現世, 我們雖然受生為人, 但是所感的果報, 做人都不是幾痛苦, 或者是生在這個父繼之家, 或者是生在這個父母也好的, 兄弟姊妹也好的, 這樣做人不是幾痛苦, 但是, 如果過去, 曾經所做的, 多是惡業, 這樣, 現世生於人間, 就怎樣? 飽受折磨, 力盡艱辛, 而酬上縮熟, 正所謂, 雖生人, 世上, 未得為之人, 雖然是有這個人生, 但是所受的, 不是人的果報, 所過的都是什麼? 都屬於牛馬的生活, 真是, 更有些人, 燃到人生, 也都得不到, 躲在這個畜生類之中, 受鞭撻的痛苦, 這些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眾生來時的不善, 不善就是不好, 來的時候是不善, 我們在人生旅途之中, 大家想一下, 都是苦多樂小的, 有些人, 他遇到這個疫境, 壓迫的時候, 他就淺見得萬年皆灰, 以為, 生不如死, 不如死了, 他更好, 故知世間很多人, 他看不開, 就往往都自殺, 所以跳金門橋的人很多, 他誰不知道, 這個業部的色身, 死了之後, 不是一了不了的, 我們這個業部的色身, 死了之後, 也都不能覺得他自在, 正所謂臨命中之時, 四大分散, 一個四大就是, 地水火風, 我們身體上的暖氣, 就屬於火大, 身體上的呼吸, 就屬於風大, 身體上的血液, 潤濕的, 就屬於水界, 我們身體上的那些, 皮肉筋疊, 就是屬於這個地帶, 死的時候, 這個地帶, 四大分散, 暖氣, 就屬於火, 停止這個身體上的涼, 這個呼吸又沒有了, 這個風大, 就散了, 在這個時候, 是怎樣? 正所謂, 根斷脈搖, 痛苦非常, 因為四大分散的時候, 非常之痛苦, 這種痛苦的情形, 等於什麼呢? 猶如那些龜, 鑑山將它剝殼一樣, 這麼痛苦, 也都猶如那些蟹, 鑑山, 擠它下去, 等湯那裡, 這麼痛苦, 也都等於用那些利刀, 來割這個身體, 這麼痛苦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一生所做的善業, 惡業這種境界, 全是現在眼前, 加倍恐怖, 正所謂, 全路茫茫, 急之何往, 自己是沒有主宰的, 這些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眾生去時不善, 為欲所牽而去, 眾生來的時候, 是不善, 去的時候, 亦都是不善, 就不可以稱為善世了, 但是現在, 佛陀稱為善世, 就不同眾生, 生死不能夠得到自在, 佛陀來的時候, 是乘著這個慈悲願力, 為盜眾生而來, 所以他無拘無束, 在《法花經》裏面說, 他說, 誤從成佛以來, 所經時至尋點劫數, 就是說自己成佛, 所經的時間, 多少劫數, 已經是數不盡了, 但是佛陀, 雖然成佛這麼久, 而他能夠在每一生, 每一世之中, 都時現來, 世界之中成佛, 就是什麼? 這些就是佛來的時候, 是成這個慈悲願力而來的, 所以佛要來, 他就來, 這種就是什麼? 這種就是屬於內事善善, 直到眾生道盡, 化源已不益, 同佛陀有源的眾生, 教化已經源不勒, 為了利益頓根眾生之故, 佛就唱烈盤, 高唱烈盤, 我什麼時候就要入烈盤, 如知時至, 如入善定, 安祥而世, 這種就是去時善善, 所以來去都得到自由, 成願而來, 也都成願而去, 來與去都是微妙善巧, 隨於無上菩提, 真此佛陀, 稱為善誓, 那是屬於第五種通號, 第六, 世間解, 這一套, 叫達魏通真紅, 達就是了達, 魏就是虛妄幻化, 佛陀了達世間的相, 是屬於元起, 而患,虛偽不實, 但是他了達世間之性, 是真實不虛的, 所以叫達魏通真, 這世間有三種, 第一, 是正覺世間, 那是屬於出世四聖, 即是聖文, 元國, 菩薩, 諸佛, 就是出世四聖人, 第二, 有情世間, 就是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鬼畜生, 那是六道眾生, 第三就是氣世間, 就是依暴國土, 前面兩種世間, 是屬於正部的身心, 既然有正部的身心, 必定要有依暴國土, 為我們身體所依託, 所居住的地方, 會指氣世間的前兩種世間所依的國土, 我們現在了解到氣世間, 就是三河大地, 就是國土, 有情世間, 就是六道眾生, 正覺世間, 就是四聖人, 有情世間所居的, 就是凡聖同居土, 以成聲民原國所居住的, 就是方便有餘土, 屠殺乃是大道心眾生, 所居住的, 屬於實部莊液土, 佛陀自受用, 就是依於上直光土, 他以這個大慈悲, 從這個上直光土, 示現三土之跡, 他知道三世間之相是虛妄, 因為相是原起, 有魂生滅, 所以我們讀《金光經》的時候, 《金光經》也有說,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又說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如路亦如電, 那屬於虛妄幻法, 所以《金光經》在第五卷那裡, 也有說原生故如幻, 原生就是說, 因緣所生的法, 沒有真實的, 是如幻如化的, 你不要執為實有。 《金光世尊》用智慧之力, 他了達到三世間的相是虛妄, 得以這個虛妄之相為真實, 或是不執著, 因為不執著, 因此, 不執著三種世間, 以及二種生死所累。 三世間之相, 雖然虛妄, 但是了知到, 三世間之性, 是根實, 三土, 就是上直光土, 其性, 就是真如了性, 平等無異, 究竟清淨, 故此佛陀, 能夠自受用, 常, 樂, 惡, 正, 能夠如是了達, 所以稱為世間解。 第六種通號。 第七種, 無上氏, 無上氏, 調育丈夫, 本來無上氏是一句, 調育丈夫是一句, 但是現在, 就是將, 無上氏, 調育丈夫, 合清, 為一號。 另外叫做, 涉化蟲道號。 在地詞經講, 唯一丈夫, 名無上氏, 自己修行, 但是能夠自利, 不能夠利他的, 就稱為什麼? 稱為叫做下氏。 能夠自利, 兼有少份利益他人的, 就名為叫做中氏。 自己得到解決, 又能夠多份利人的, 就叫做上氏。 小誠, 阿羅漢, 就是下氏。 二誠的之國, 就是原國, 就是中氏。 戒聖菩薩, 就是叫做上氏。 佛陀能夠竟自利利他, 自利之故, 二種生死, 永遠消滅。 正道三得彼岸。 離他之故, 便於法界, 盡於未來, 另一切眾生, 得離兩種生死之苦。 至到究竟安樂際, 故此佛, 就稱為叫做無常事。 更無人能夠超過佛, 亦都無人能夠以特相齊等, 為佛與佛才能夠齊等。 所以法沙經裏面說, 我為世尊無能及者。 故此, 就稱為叫做無常事。 調余丈夫, 調就是調伏, 余就是祭余, 就是具足男子的本領, 就名為丈夫。 佛是調余中的好手。 一切眾生, 比煩惱所驅使, 狂心亂意, 猶如懸喉野馬一般, 亂跳就亂跑, 就不難會, 吾躲於心坑, 喪生失靈。 所以眾生散生雜亂, 就無胡作妄為, 在六道之中, 就生存不定。 假如僥倖, 得到人生, 能夠諸惡不作, 眾善奉行, 舍生之後, 或者得到生天相, 或者為富豪中之人, 這些就是在六道之中上升。 如果跟著這個邪師惡友, 顛倒攀源, 妄作惡業, 失格了人生, 就待於地獄惡異畜生, 三惡道之中, 喪發生, 相為命, 就在六道之中下沉。 在這個生死之中, 是生存不定, 漂流無止境的, 實在就是我們眾生最大的痛苦。 在八沙中裏面說, 三惡無安, 就是猶如火雜, 眾苦充滿, 甚可暴慰。 因為這個條魚, 這個魚, 就是馬, 這個條魚, 就是調伏, 這個馬匹。 世間的狂馬, 要怎樣? 一定要那個善色馬性的良好巡馬師, 才可以將它調伏。 但我們眾生的義馬生元, 必定要什麼? 一定要無上法王, 無上法王, 就是佛陀, 才可以循伏, 將我們內心那些猴子, 那些野馬, 康復。 令到眾生那種義馬生元, 調伏, 向於正道。 諸十世尊, 為我們眾生說法, 教化, 縱使是千頭萬水, 散絲亂麻的心境, 都可以漸漸調伏, 令得到靜念靜見, 令到眾生捨惡從善, 前手佛的誡法, 遠離非道, 引導我們永離三惡道的痛苦, 乃至到出來三戒的火災, 極去無上蒲藤, 得到清涼自在。 所以, 諸佛屬於條如中的好手, 能夠繼伏眾生的狂心, 因此無上之調如丈夫, 又合稱為, 叫做涉化蟲道號, 以大慈悲, 涉受, 教化眾生, 使眾生, 依於正道, 去人無上圖頭。 第八總通號, 叫做天人師, 名為應機受法號, 佛出世在人間, 為人道之師, 不但人以佛為師, 就算是天人, 天王, 大凡王, 亦都以實為師。 在《法花經》裏面說, 佛與時諸凡王, 及諸天帝職, 胡誓四天王, 及大志在天, 並如諸天眾, 恭敬合掌禮, 請我轉法文。 這段經文就是, 天上, 凡王, 諸天, 帝職, 胡誓四天王, 乃至大志在天, 種種諸天的天人, 都恭敬合掌頂禮依佛, 請佛陀轉法文, 就是請佛出法。 天王凡天王, 請佛轉法文, 當然就是以佛為師。 所以《法花經》又說, 佛說法如大雲雨, 三草二木, 各得生長。 佛說法猶如什麼? 猶如天落大雨一樣。 正所謂, 如果天寒得久, 沒有雨落, 就是非常乾爵, 山草二木的樹木都很難生長。 但是如果落一場大雨的時候, 人又舒服, 空氣又清新, 那些草木呢, 也都得到雨水的潤窄, 不會乾敷。 而佛陀說法, 由於下大雨一樣。 佛陀下大雨, 無論是小的樹木, 大的樹木, 小的草, 大的草, 都能夠得到雨水的潤窄。 佛陀說法, 就是隨著我們眾生的根性不同。 小成的根性, 就得到小的利益。 中成的根性, 也都得到中的利益。 大成的根性, 當然是得到大益。 由於好像落雨一樣。 那些細小的草, 也都得到雨的潤窄。 這個中平的樹木, 也都得到雨水的潤窄。 大樹, 也都得到雨水的潤窄。 佛陀說法, 人天的基亭, 由於小玉草一樣, 能夠沾到小的雨露。 聖文元國, 由於中藥草一樣。 菩薩由於大樹一樣。 仁天, 就是佛弟子的最低程度。 所以, 《花炎經》說, 初地菩薩, 他是為嚴受提王。 二地菩薩, 為金輪聖王。 三地菩薩, 為帝式天王。 乃至十地菩薩, 為四禅天王。 所以, 我們明白到, 在這些天上, 不是單單是凡夫。 天上, 亦都很多大菩薩, 既為了人天之中。 活在人中, 亦都有大菩薩座來。 天上, 亦都有大菩薩, 既為在天上。 他們就是為了要架化眾生。 天上, 佛陀名為天能詩, 實在是屬於九戒聖凡之詩。 稱為應機受法者。 眾生雖然同具有佛聖, 但是在生死之中, 未來是很久。 各國就是因中所收, 所集的不同。 因此, 他們的根性, 亦都有千千萬別。 其中的根性, 是有利君, 有盾君。 亦都有正見, 有邪見。 慈戒的, 亦都有慈戒, 亦都有凡戒。 種種不同。 但是佛陀能夠應眾生這種悲情, 而為他們說法。 邪見, 為他們說法, 令到他們捨邪, 歸情。 小成的根性, 為他們說法。 令到他們捨小, 向大, 不齊。 佛陀對於眾生的根性, 小姬, 就為他們說小法。 中姬, 為他們說中成法。 大姬, 為他們說大成法。 一定令到眾生聞法之後。 未曾中善根的, 令他得中善根。 已經中的, 就令到善根增長。 善根已經增長的, 就令到他們得到成熟。 已經成熟的, 就令到他們得到解決。 所以眾生聞法之後。 在香港。 正在與他們的靈感。 在香港。 在香港。 於是, 在香港。 的隨便。 這就是事。 成功。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第八 天人詩 就是應機受法庫 第九 佛 佛是十種通號之中 佛九種 叫做覺悟歸真號 一切眾生迷真的逐網 背角的合塵 尚尚在生死之中流轉 佛陀一向背塵路 合依覺悟 氣這個虛妄歸於真實 因此佛陀的警戒 就是自受用常樂我正 就是屬於覺悟歸真 又叫做三角 元寧號 即是自覺覺他 覺幸圓滿 由修行之力 斷除一切煩惱 得證到不心不熱的清淨真心 從此再不受鬆死的輪轉 就叫做自覺 這個自覺是有五種道理解釋 第一是明治覺 第二是觀行覺 第三是相恥覺 第四是隨憤覺 第五是究竟覺 也就是圓滿覺 這五種的意思都是屬於自覺 這自覺的五種道理 在前面解釋經題的十字那時候 已經是解釋過 所以在這裏又不再打了 那自覺既然得到圓滿 其次就是將自己所覺的道理 利益眾生 令眾生 亦能夠誤得這種道理 由誤得這種道理 例如依法修行 共同得證本有的真心 這種就屬於覺他 那解釋覺他 亦都有五種的道理 因為佛陀以覺他利化眾生 他是要示現這個心相 所以現在是以五種的身相來做解釋 第一就是劣應生 何以為他叫覺他 因為這個劣應生 就是覺這個最下劣的眾生之機 那佛陀所現這個劣應生 是現什麼心相呢 就是三十以上 八十種好 像六比丘之身 入於這個娑婆的畏土 各個各個我們 奮金眾生的基情 那這種心相呢 就是本師 釋迦牟尼佛 示現這個娑婆世界成分 靈化我們 為土眾生的 奮金眾生基情 而示現的心相 這種是屬於劣應生 第二 是大性劣應生 那這個真相呢 仍然是屬於劣應生 一個屬於下劣的身相 仍然是劣應生 但是呀 劣應生之中呢 是比前面的劣應生 化為時性一些 那這個真相呢 就是 應這個稍為 另一些眾生的基情 或者劣中帶有超性 比前一種劣性的 現這個分相呢 就叫做大性劣應生 那第三種 就叫做大劣性應生 那現這個分相呢 就是認這個地前菩薩之基 就是十地之前 十地之前的位置 是什麽呢 十住十行十回向 那這個真相 認地前菩薩之基 是各一個十住十行十回向的三言為修行者 那這個呢 這個呢 所認的心相呢 就屬於大劣性應生 第四 是聖應生 這個聖應生 就是殊於聖的身相 這個殊於聖的身相 是怎樣呢 身相之下 是猶如衰眉山 那他現這個 這麽大的身相 是認屋野眾生的基情 就是認地上菩薩之基 這個地上 就是實地菩薩之基 但是呢 亦都認地前三十心的利根者 這個地前三十心呢 就是剛才所講的 十住十行十回向的三十心 如果就是這三十心的生行人 他是根性利的呢 十何亦都認這個聖應生 來去教化他們 第五 就是聖聖應生 這個身相呢 是最為殊聖的身相 這個聖聖應生呢 亦都稱之為佈身 這個佈身呢 為了利益眾生的 利益眾生 這種眾生的基情 而得見佛這個佈身的身相 所以稱為他受佈身 那佛陀的自受佈身呢 那這種境界呢 為佛究竟才知道 除此之外 乃至到等國菩薩所見的 都是屬於他受容的佈身 但是我們又為何知道佛的圓滿佈身 為佛究竟方知呢 在《法沙經》裏面說 如是大佛部 種種聖上而我及十方佛 乃能知事事 又說 為我知事上 十方佛亦業 那如是大佛部呢 就是這個圓滿佈身 唯有十方佛方知 一切菩薩都不能夠知 那這些呢 乃是佛果微妙 不可思議 故此罪性應身 乃是他受容身 應實地等國諸大菩薩所見 那有這種 有這五種的道理呢 因此就叫做 覺他 佛是以這五種身上來 力化這個眾生的基情的 就稱為叫做覺他 由於上面的治國五義 以及覺他五義 都得到圓滿 這樣無缺 無此執著永盡 得正萬得莊嚴 究竟官機雪教 普利一切有情 如是治國各他具備無缺 就簽名叫做覺行延滿 我們知道解釋 覺行延滿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有這三角 就明知為佛 治國各他 覺行延滿 具足這三角 因此就稱為 叫做失陀 佛是印度恩 據名叫做佛陀耶 華言叫做覺者 在大波野經裡 衰菩提問佛 佛世尊 如內尚說佛陀 以何以故名為佛陀 究竟什麼意思 而稱為佛陀呢 佛說 衰菩提 除覺實意 故名實陀 通達實意 於一切法 自相共相 自然開國 故名實陀 又說 如實開國 一切有情 另離顛倒 老惡業眾府 故名實陀 能如實覺 一切法 所謂無相 故此 就名為實陀 在本經裡邊說 得屠提者 如誤時人 說夢中時 現時 乃是夢醒之時 發夢 就發醒了 佛呢 就稱為覺者 就是睡夢已醒的人 我們眾生 還在做夢 就是夢中 佛地經裡邊說 佛如大夢覺 是猶如蓮花開 蓮花未開的時候 不覺得它很美麗 不覺得美麗 但是當這個蓮花開放的時候 它的形狀是怎樣 芬芳清香 就含揮套厭 美麗可愛 佛聖佛 具一切功德 由蓮花開放 一切事理 通達無礙 由如大夢已醒 大夢已醒的人 所見 即階針閥 因此 就名之為覺 佛 第十種通號 就是細尊 細尊 細尊 就是三界獨尊號 也名為十界獨尊號 三界就是欲界 色界 無色界 天人 阿修羅 地獄 鬼畜生 六道 眾生 都是三界所統攝 除了三界之外 還有三成聖眾 圓國 菩薩 所以佛陀不單獨為六道眾生之師 也為三成聖者之師 三成六道 合起來就是九界 連同佛界 共成為十界 所以佛陀不單獨在三界之中獨尊 十界之中也都為佛獨尊號 佛陀在人 就是人中之尊 在長者為長者中尊 在王為王中之尊 在天為天中之尊 在聖為聖人中之尊 九界聖凡 無人能夠同佛相齊等人 唯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方能齊等 除了十界之外 其他九界相齊尚且不可以 又何況比伐超勝 更加是不可以 因此十何 超勝過一切賢人聖人 故此稱為世尊 更可以說十就是十界獨尊號 上面所解釋的十的十種通號 我們曾經把這個無上事條譽丈夫 兩個合為一號 這種道理所解釋 就是這部誠實論裏面所說的 由如來至到世尊 剛剛就十號 因此 因為具有前面九號那麽多功德 為世所尊重 故此就名為世尊 故此如果我們將他這個 如來應共正片之明行足善逝世間 無上事條譽丈夫天仁師佛世尊 如果將他人申開 本來就是十一個號 但是現在我們將這個 無上事條譽丈夫合成為一號 那我成為十號 這個十號的道理就是這個誠實論所解釋 由這個大制度論 就將無上事條譽丈夫兩號分開來解釋 就是無上事一號 條譽丈夫為一號 那如果這樣解釋的時候 就由如來應共一路至到佛 就已經是具足十號 那看到這個底下的世尊 就特別成為一個尊號 那解釋是怎樣呢 就是因爲佛陀具足上面 十號這麼多的功德 故此就稱爲叫做世尊 就是這樣解釋 但我們無論這點一方面 到解釋都好 因爲佛陀具有廣大的種種功德 凡是一切實成度 都具有這十種通號的 因此我們時事 我們做這個八十八十的時候 有這個如來應共正篇之 乃至到佛世尊 那這段經文呢 就要明白知道 是佛陀的德號來的 那是佛陀的十種德號 如果我們未曾聽過 不知道呢 就以爲不知道是什麽意思 但是現在我們明白到 這個如來等的十種呢 就是屬於十的十種通號 現在這段經文 我難以知如來世尊 在這個經文裏稱 如來世尊 是十種通號之中 相舉兩號 那這個苛呢 苛呢 苛呢 苛就是苛集 叫做加涉波 方為中國恩 叫做龜氏 俠清呢 叫做大龜氏 就是摩康加涉 叫大龜氏 就是他的姓 因為他上早在山中 學先修成那一日 有這個靈龜為遂應 這樣 所以後人就立他為聖 來做紀念 因為聖龜的人 是很多都是從佛出家 這個又是聖龜氏 那個又是聖龜氏 又不知是誰 因此就用這個拜字 來解決 他是大加涉 是屬於大龜氏 是佛陀的上手大弟子 不是其他的加涉 故此就稱為叫做大加涉 他的名字 就叫做北波羅 回來中國恩 叫做飲光 由於他的宿生善根力所感能 他的身上是有光明 他的光明非常光耀 能夠隱蔽入獄之光 因此就稱為他做飲光 亦有一種說法 亦有一種說法 就是加涉 回來他做飲光 是他的性 因為他古代有一個先人 叫做飲光 由於這位先人 身上有光明 能夠隱蔽其他的光明 令到其他光明不能夠顯現 會指後人 就以飲光為星 現在這位嘉涉 是飲光先人的後裔 他是佛弟子之中 頭陀第一席 亦都是全佛心印的第一代祖師 在這個大凡天王 我還看 當時再會人天百萬之多 他們都是亡言 不知道佛的心意 不知道佛陰花是眾 是什麼意思 在這個時候 唯獨飲光專者 開眼眉笑 眉眉笑 當時佛陀說 他説我有正髒眼狀 裂盆妙心 實相無相 微妙之子 笑足摩荷加涉 這些就是佛傳 深印比加涉專者 為初祖 由加涉專者 傳與柯南 第二代相傳 深深相印 傳至到第二十八代 菩提達摩祖師 航海東來中國 就是中國禅宗的初祖 達摩大師 再傳至到六祖 惠能大師 所以加涉專者 就是全佛深印的第一代祖師 那衰菩提和加涉這兩位專者黑食 他們各有所編的 所以菩提 就專一寫貧窮 就黑這個富有的人 但是他的心意 他不是貪心 他不是貪那些有錢人 好飲食 專一向那些有錢行黑 他不是這樣的心意 而是他有他的心意 他認為那些富有的人 他曾經在過去心中 種落這個報師的福 所以他就感到今生富有 他說 但是如果他不繼續行報師生福 他又恐怕今生的福享受 那來生就變成貧窮之苦 同時他還有一個意思 他認為富有的人 他們的力量是充足 就算報師一撥飯 對他們是沒有傷害 但是如果向貧窮的人求報師 報師一撥飯他們很嚇力 就會減少了他們的口量 或者會令到他們受肚餓 因為有這樣的因緣 追途提專者 叫專一寫貧窮的地方不去黑 專一向富有的人來去黑 就是這樣的心意 但是加涉專者 就跟他的見解剛剛相反 加涉專一寫富貴的人家 他不去黑食 只是向貧窮的人家來黑食 他的見解不同 他認為富有的人 過去曾經收過福 所以是今生富有 但是貧窮的人 在過去生中未曾中福 或者過去生中未曾遇到善知識 教他們收福 所以今生中落 受到貧窮的痛苦 而如果在貧窮的世中 還未曾有人嫁他們行報師收善恩的話 變成生生世世都是要受貧窮的痛苦 因爲他是這樣的心理 他要希望窮苦的人家 中福 因此他就要向窮苦的人家去化食 所以當時加涉專者有一次 去向這個貧窮的人化食的時候 他曾經去到一個窮街流行 遇到一個貧窮的伯爺果 這個貧窮是現在我們俗語所說的 屬於流浪漢來的 他無家可揮 在窮街窮行那裏 那裏後行那裏 我自己來到他住 他穿的衣服 真是保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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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保到無可保 而他食也都沒得食 那麼加涉專者去向他剋食的時候 剛剛這個貧窮的老婆婆 在他的身邊那裏還有一碗米汁 這碗米汁就是幾日前 那些人不要的了 這樣他就拿了回來 他想著自己肚餓的時候 都可以得到來去頂一下肚餓 那到加石專者來向他剋食的時候 他很想有東西來去供養 但是他看著看著 自己都沒有東西 只有這碗米湯 他看著那碗米湯 又不敢給 因為不知道那碗米湯 是不是變了又酸又縮 怎敢給 但是如果不給 又不能夠自己做這個供養之心 不知道怎樣 因為你是看著 加涉專者都知道他的意思 他說你想給我 是不是 你給吧 我都喜歡要的 那那個白衣婆說 專者 他說這碗米湯不是好東西 又酸又縮的 我都不敢供養你 加石專者說不怕 我不怕 你供養我 於是這個貧窮的白衣婆 用一種很恭敬的心 供養給石專者 過了之後 幾日 這個白衣婆就是命中 他命中 因為由於這種 真誠供養之心 供養一杯米湯給家 食專者 得生這個天神 生到這個天上為一個天女 當然 他自己是 那個做天女 也都是自己有這個說明通 一觀察一下自己從哪裏得生上天上 一觀察一下 原來自己曾經用一一杯米湯 供養加石專者 而得到這種福道心的天上 當時他又非常感激加石專者 為他的善知識指導他 去收這個供養之心 因此 向加石專者 散沙作禮 為這樣的言故 因此 加石專者 都時時 向這個貧窮之人 那裏來行圖 引導他們 中這個報師的福田 同時加石專者 還有一個意思 為了避免受人的譏諷 說他仲富輕騰 恐怕人不違反他 當然啦 他不是我們這裏黑食 當然啦 他怕我們窮沒有東西給他 為了避這種嫌疑 故此加石專者 亦都專一捨富 而向這個貧窮之人的行圖 那這兩位專者 他的心意是很好的 但是啊 這個心是不得根平 不得這個沒有這個平等之心 因為是各有所編 所以就為佛所苛窄 但是啊 佛陀苛窄這個 衰陶提及大家瑟 這些經文呢 在其他的經 未曾有見到 就是未有見到佛 苛窄這兩位專者的經文 只有在維摩經那裏 這兩位專者是被 維摩居士所苛窄 衰陶提專者呢 被維摩居士苛窄得非常嚴厲 在維摩經那裏 衰菩提專者 自己是講出 被維摩居士苛窄的經過 就因為佛陀呢 是命衰菩提去 維摩居士那裏問定 衰菩提專者呢 不敢去啊 所以他從佛講呢 就講出他過去 曾經被維摩居士苛窄的經過 所以在經文裏面 他説 他説 我識日其社 即是我在以前呢 是去他家裏的時候 從行黑 向他黑食 他說 時惟摩結 取我勃 盛滿飯 慰我養 他說慰 衰菩提 若能於食等者 諸法亦等 諸法等者 於食亦等 如是行黑 乃可取食 這段經文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能夠在食性之中 體現得到諸法平等的真理呢 那這個食之性 亦都是諸法之一 自然亦都平等 食性與法性 既然是平等啊 這樣報師和壽司的人都得到平等 一切法既是平等 那又有什麼 貧窮富有階級的分別呢 他說 你一定要存這樣的分 能夠這樣行黑 這樣去除這個貧富原始的分別妄想 才不愧受人供養 他說現在 你看不起那些無產階級的群民 那這一種 就是違反佛法平等的道理 所以跟著維摩居使 還繼續開札 他說 彼外道六師 是羽之師 恩其出家 彼師自諾 乳亦除諾 乃可取食 又說 其師 其師羽者 不明福全 供養羽者 多三惡道 鬧得 可取得很緊要 當時 雖菩提尊者 當時 他同佛地說 他說 聽了他的段說話之後 他說 亡言不知何意 他說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所以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聽到怎樣 放下那個佛法 不要了 想走來 又叫他回來 他說 衰菩提尊者 你拿一些佛法 你不用怕 他說 譬如佛陀 以神力 來變化一個化人 他說這個化人 文化是沒有分別的 變化之人 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佛陀 用剛才我問你這段的說話 來問這個化人 你說這個化人 怕不怕 衰菩提尊者 答 不會 他說他是化人 沒有自性 所以他不會怕 那麼 維摩居士說 他說 一切諸化 亦都如化人 沒有自性 如幻如化 你又何必怕 我不就跟你這樣說 一切都如化如化 你不需要怕 你拿回去 這番說話 就是衰菩提尊者 被維摩劫居士所開拆的事情 至於家瑟尊者 又怎樣被維摩居士所開拆 家瑟尊者被他開拆 沒有那麼深 在維摩經裡面 家瑟尊者自己亦都說 佛陀又何名家瑟尊者去問別 家瑟尊者是 世尊者 我急堪任 往地問責 他說我不能夠扶起這個責任 為什麼呢 他說我亦都想到 第一念 我適於憑你 行黑 是為摩傑來為我而言 以前 衰菩提尊者去到他的家 是行黑 所以他就責備他 但是這次不是 黎摩傑居士 特意去撞卡 食尊者 去到他那裡 他說 喂 大家吃 有慈悲 而不能譜 好啊 你捨豪富 從騰黑 住平等法 應刺激黑食 他說 如果你是平等心 應該要刺激黑食 你不要減責 貧窮富貴 那一段黃的意思 就是 你雖然以為自己 淨了渦羅漢果 而應該受人籤去供養 做世間的福田真 有了慈悲心 就撹破黑食 令人中福 但是 可惜你的慈悲心 不能夠普遍 寫了富貴的人家 而專向貧窮人家去黑食 他說你要知道 諸法的法性是平等的 沒有貧富可分 分貧分負 就是你的妄想分別 所以你托迫 要安住於直列平等法性之中 不要分別 貧富苦樂好壞 應該一律平等 一家一家順住 遲遲遲黑食 這樣這個心才是平等 這個心才是 合乎佛陀的慈悲愛護眾心之心 所以這兩位專者 一個捨負黑騰 一個捨負黑騰 都是被這個證明 居士所苛札 證明 就是唯摩傑居士 因為他所苛札的 是很合乎正理 可以破除小成人的偏見 故事佛陀雖然知道 亦都默然認同 認為他所說 遲摩傑居士 所苛札是正確的 未曾有說 遲摩傑居士是不對的 這樣佛既然認同 是等於佛苛札一樣 還有遲摩居士 那是屬於甘肅如來認世 那是古佛在來 所以遲摩居士 苛札 亦都是如來世尊苛札一樣 這兩位專者 他們雖然是阿羅漢 但是寫負黑騰 寫負黑庫 各有所編 深有減窄 故此不均平 那即是個心 就是不平等了 所以說 阿蘭以知如來世尊苛須菩提 及大喳舌 為阿羅漢 深不均平 因兩如來開展無聖 那這個因呢 就是靜的意思 阿蘭 就是無的意思 阿蘭 敬無如來這種平等大詞 無論貧富同樣普道 開展 開展就是開通 展揚 無遮 但無有遮障 佛陀能夠開發展揚無遮陷的慈心 平等行黑 那貧者能夠施 富者亦都能夠報施 令到他們平等中福 無有障礙 所以 由於佳瑟 黑貧寫庫 就會令到婦人 就起這個嬌 不肯親自來到報施 就見到有遮障 婦人不能夠中福 那她這種遮障 就遮障這個婦人 是不能夠中福 那衰菩提 黑負寫庫 就令到那些 貧人 生這個自卑感 想說行報施 亦都沒有勇氣 因為覺得自己沒有好東西報施 那怎敢去給人呢 好像有時候我們給的人都是 想給 但是這些東西 又隔了那麼多 又不得新鮮 這下都是不好 好像給人這個心 是不得起恭敬 這樣就不敢了 故事那些 那些 他就向藤人說尊 向藤人說尊 就是這樣 令到他不要生這個自卑感 那如果令到一個藤人 生自卑感 欲想報施 沒有勇氣 就是遮障 貧窮之人 不能夠中福 那現在 柯蘭 他仿效 實行如來的 平等大詞 令到報施者 貧窮富有 都可以平等得福 所以叫做 欣養如來 開展目擠 盜知 怡胖 加涉 寫富黑貧 就令到富人生懷疑了 他為何懷疑 啊 我們準備好常好的飲食 等這個專者來黑食 為何偏偏不來呢 究竟我們做了一件事不對的事 他不來我們這裏化食 變成他們生一種懷疑之心 那非菩提寫貧 寫貧 就令到這個貧者 生懷疑了 那他專一喜歡去向貧 有行一肯去救他 他喜歡吃好飲食 我們窮人 都是沒有這樣的福 都是他不留就算數了 就變成他生這個怡胖 生這個懷疑了 那由於疑胖的恩緣 就會令到他們墮落 但是如果平等行亨 富者不會有起懷疑之心 憑者不會有起毀胖之心 令到他們得志恩懷疑 毀胖墮落 可以盜脫眾生的種種懷疑 種種毀胖的過身 所以柯蘭就仿效如來的大慈平等行黑 經彼成王 經就是經歷經過的意思 彼是指什麼 這個彼就是主師羅法成 黃的就是城外的豪籤 就是一條坑 就是護城河 有水之刺就叫做池 無水之刺就叫做禍 徐步各門 城是有內外兩門 內門就是城門 外門就是各門 就是護城門 徐步就表示柯蘭 行路這個步伐來得很端莊安場 慢慢地走 嚴正威夷 就是因爲它由精舍入城的時候 它一直都是匆匆忙忙 快快脆脆的 或者是半走半走這樣來都行 爲什麽呢?這個時間是非常之急速 它要趕在午時之前入城 現在呢它已經去到城門了 快要入城了 就不能夠這麼匆匆忙忙地走走下了 所以呢它在這個時候呢 就要嚴肅它的威嚴 端嚴肅整 令到如果衣服有凌亂的 就將它弄齊一些 慢慢吐一下一口氣 令到不用上氣不接下氣 萬丹安場地走走 這就是屬於威夷 有威夷就令人生敬仰 有兒就令人會效法它 所以它就嚴正威夷 縮公齋法 黑齋化食之法 那是三世諸佛所共同奉行的 過去佛菩薩 因為黑食修行 而得以正道 故此對於黑齋之法 非常之肅目 非常之勁緊來到它實行 因此 柯蘭現在 亦都是要仿效 佛菩薩這種行黑之法 故此就是肅公齋法 與時柯蘭恩黑食肆 經歷淫失 遭大患術 摩登騎女 以梳皮加樂 先凡天就 接入淫席 淫公虎摩 張偉戒體 這段文 正式說明 柯蘭示現墮落淫失的情形 與時柯蘭恩黑食肆 經歷淫失 於時 當柯蘭尊者 入城 順著刺帝 恥食 的時候 他經過一間人女所住的房室 這個房屋 本來屬於無情之物 但屬於氣勢間 沒有所謂 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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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經過這個人室,是人女所住的地方 租大患複 這個租者 就是內心不希望的 他沒有希望這件事情的 但是忽然間遇到 就叫做租 本來是無忽然如有 就叫做患 平時只是 這個患術都是變化這個物件 令到人家驚嘆 這個患術 原來是這麼大的 迷惑人的 這種的救術 就是 令人驚嘆 但是現在這種救術 是迷惑人 轉變人的性情 這個幻化的力量 極大 這種患術 大臣怎樣 可以移這個日月墮地 令到繁天下降 不是其他患術 可以相比的 就稱為叫做大患術 平時那些患術 都是變化下物件 令到人家 讚嘆真是好 他的法術這麼好的 都是平常的一種法術 這種法術 不是平常的法術 是屬於大患術 所以 阿蘭就遇到這種的大患術 摩登騎女 以梳皮加落 先凡天咒 這個摩登騎女 就是凡以摩登騎 翻為中國人叫做 田總 就是他 母親的名 摩登騎是他媽媽的名 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的名叫做 撥吉頭 翻為中國音 叫做本性 這個本性的意思就是 他雖然是一個人女 但是不失其本性 現在稱摩登騎女 就是摩登騎之女 其實這種咒 不是他的女兒 用這種咒 而是他的媽媽 為了滿自己女兒的慾望 而他用這種咒 來迷幻阿蘭村 以梳皮加落 先凡天咒 以 就是用 梳皮加落 就是凡語 翻為中國音 叫做黃髮 亦叫做金頭 因為他的頭髮黃色 好像金一樣 就叫做金頭 是一種 是苦行外道的名稱 要不是 我應該要約他 就知道 有這個肌肉 是一種情況 我應該會了 做金頭髮黃色 對 我應該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